联邦新民主党的此次大会为期两天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国会重开后新民主党的工作制定方针 出席党团大会的新民主党议员表示 希望将重点更多地放在国会重开后的各项工作上 许多人表示他们还没有从林顿去世的悲痛中恢复过来 许多新民主党议员都是首次当选 他们将挑选下一任党魁 并于今明两天制定党魁竞选的具体规则 包括候选人是否应该保留在国会的反对党评论员职务 并最终由临时党魁Nicole Thamel做出决定 Nicole Thamel今天表示 她已经要求有意参加党魁竞选的议员 退出在正式反对党影子内阁中担任的评论员职务 到目前为止 新民主党只有党主席托普宣布将禁逐党魁一职 是否有意参加党魁竞选的议员